也公布了业绩的股份 就是邮邦,Peggy May 想问 中期策略应该如何部署好呢? 内房问题,对于邮邦的影响有多深呢? 他手上有少少货,有85元买 现在应不应该交货呢? 他本身打算买来中长线投资的 我自己觉得你说85元有呢 其实就继续持住他 因为当然这两天就强很多了 有一部分可能是昨天的市场 始终是成本股占比较多的其中一只 越来越业绩 整体来说都比预期来算不算特别差 甚至有些差的地方,我们虚钱 所有的东西都预期了 所以又不是什么很大的负面东西 所以国家就反而夹了两天 但是我觉得始终有点记忆 就是弹了两天才去加 而且其实现在都80元边 跟你85元来说其实不是差很远的 所以你说再加这些位置就未必太坚强 我觉得始终保态会好一点 如果你说中长期来说 我觉得有帮看法也正面的 一方面我想内房那边对他影响就不是太大 因为他又未必完全跟内地保险股 持有很多内房相关的项目 所以他这边的影响就不算太多了 但当然如果你说这个因素延伸 影响着整个市场、气氛所有的东西 那一定有影响的 但这个我想不是很直接的冲击 第二,我想邮邦另一个看的 除了你说各别的行业 又或者是整个市场气氛之外 看的都是一些通关因素 如果这件事是能够持续出现的 其实对于邮邦一定是正面的 但当然这个一直都是一个冲击 不知何时会出现 但我觉得看法上 如果你说去到这些价位 已经不是说再有很大的限空间 所以我觉得你旧的货可以拿着它 但如果你真的想加的 就会有一个中长线的 可能等它回回一点 因为说真的这两天这么强 但不等于是继续爆上去 即使爆也好,始终都会回回一点 那你就等回那一刻再加 我觉得可能落到76这些位置留下的 你才去加,那会好一点 因为到时更加有效地 比如你85和你76 我当你两注都一样货量 那你拉均匀 可能80元松一点 这样的价格会差得好一点 我觉得你落到76面才加 会比较合适一点